我們想吃一個意識的集合 如果問不得了 There's no end 上一次停了成功學校 香港有很多消息來 所以不可以停 要有時間 今天我和大家一字聖經 哥倫多禪書第八章 我這個現代 新業本 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的一字聖經 是以前的 新業本的翻譯是這樣說 如果有人自以為知道什麼 那麼他應該知道 還是不知道 真的很奇怪 我自己來看 小時候 開始喜歡音樂 我每個人雷落到他唱歌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我不會在幾分鐘之內說 Anyway 你開始學唱歌 你就想著 哇 我現在學唱歌 我認識 他覺得自己也開始懂一點 一個人最懂事 一個人最懂事的時候 我相信是高中畢業 因為高中畢業生 他因為所有科目都讀過了 入大學都是重複的 數學校 物理、生理、化學校 都在 他覺得很懂事 然後過一段時間 過一段時間覺得自己 哇 原來都不懂 聖經 說一件事真的很厲害 如果有人知道 因為自己懂事 按照他 所以應該知道 他還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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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說他知道不夠 就是令我在這裡想很多東西 到底有什麼東西令到我們 永遠都覺得知道不夠 是沒錯 我們工作上 我們知識上是 有個比例 唱歌也好 眼科也好 咬科也好 都是知識來的 我讀完專科 專科之後 研究了 做了很多 研究了很多 研究了很多 應該都懂些話 不可能不懂 我相信 這節聖經 有兩方面的看法 一方面就是 我們知識上的問題 在我們這個 Carnal Body 我們這個Canality 是不可能懂的 在這裡 不可能懂的東西 我相信有三方面 第一 神的心意 我們永遠都懂不懂 又不是說 適合了 永遠都不懂得 好像 愛恩斯坦 他說 I want to know the mind of God 他不是想知道 他什麼 他想知道 神的想法 神的思維 是什麼 思想 是什麼 而這個 他永遠都拿不到 所以不斷地 轉下去 不斷地看下去 所以 聖經說 你安葬 你所當之 你做了這麼多 連基督徒 應該懂得神的心意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想法 真的不太懂 真的不太懂 這個是 憑心說不懂 你們都會這樣感覺 我也是這樣感覺 所以第一個 不懂 就是我們一輩子都看不懂 第二個 對方 人的心 人的心 人心不知 我站在這裏 你看我報告 你怎麼知道我想的事情 或者我想的 一件事很困惑 或者你以為我想的 很困惑 我正在想一件很妥當的 很正宗的事情 你不知道 所以人的心 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對方的真心 他不會透露出來 甚至 夫妻也好 知道百分百的對方 第二個 第三個不知 第三個不知是自己 你真的很認識你自己 五年前喜歡的東西 現在為什麼 好像有活都沒有所謂 那時候覺得 這麼重要 我這個形象 我這個自我 是這麼重要 現在又覺得 很不應該存在 人三樣東西 是永遠都沒有辦法知道的 按著你所當知的 是不知道的 所以 在這裏 令到我們不斷的召求 不斷的追求 我們要認識 神的心意 我們要認識 對方 我們要認識自己 我們要認識自己 一個人真正的成功 不在他的知識和變熟上 我們見到一個人真正成功的人 是在他的品性上 有很多人很有學問 認識很多東西 但是他靈性麻雜的人 他不會做一個成功的人 一個成功的人 通常是EQ高過IQ 他品性不同 有一種單純 單純 有一種成功 是沒有的 好像韓國片的女主角 那樣的 什麼都靈感 什麼都靈了 結果到頭上 他又勝出 那是最後的成功 所以在我們的 基督徒美學生 在我們的學習裡頭 我們應該懂得去學習 去接受 神對我們生命的圖造 其實他的圖造 是要將我們踏上成功之路 所以我今天分享一節聖經 如果你以為自己知道了 其實你就開始失敗了 你的結束就在那裡 按照你所應該知道的 還是不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才會追靠 你才會向前 如果你知道了 做何必定 不用追靠 哥倫多情書 八章二字